75岁卡米拉被宠上天,称起公主三百pose,全程走在查尔斯前面,英国王室办公室发布最新消息,查尔斯夫妇来到英国康默尔郡度假,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。 卡米拉作为康默尔公爵夫人,立刻成为全场的焦点,不断刷新大众的三观。 75岁的卡米拉真是被宠上天,称起公主三的时候时尚优雅,永远走在查尔斯王子前面。 这段婚姻虽然不被大众看好,但是,卡米拉却用实际行动证明,自己才是公主冠军。 一直以来,卡米拉都被王子冲上天,但是也有人提出了质疑。 根据国家询问杂志爆料,卡米拉曾经自报过婚姻状况,并没有大家想象中幸福。 显然,卡米拉是个我行我素的女人,王室规则根本无法约束她,再加上查尔斯王子的纵容,足以在整个王室横着走。 即便如此,卡米拉还是觉得不满,认为自己并没有享受到英勇的待遇,并且时常被戴安娜王妃的粉丝攻击。 事实上,卡米拉很会包装自己,认为对婚姻最大的诉求,就是跟查尔斯坐下来喝茶聊天。 但是,越是如此淡薄名利,粉丝越是提出质疑,认为卡米拉最渴望的还是王后的宝座。 这段时间,卡米拉可谓连轴转,除了访问康沃尔郡,还亮相了第二十二姐英联邦预论会开入室。 无论如何查尔斯夫妇终于携手终生,卡米拉似乎被丈夫宠承了小公主。 随着王室地位的提升,卡米拉的话语权不断增加,并且多次代替女王发表演讲。 虽然已经75岁高龄,但是,卡米拉依旧激情澎湃,演讲结束后迎来一片战胜。 不得不感慨,互联网根本没有记忆,曾经的卡米拉未受职责,现在却摇身一变,成为王室里的相伯伯。 年初十七女王放话,支持卡米拉未来加冕为英国王后,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 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后,卡米拉行事作风更加高调,并且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渴望。 即使还有灵性的批评声,王室也通过各种手段掩饰,就是为了重塑卡米拉的形象。 我这样的事情放在泰国王室,嫔妃们肯定没有好果子吃,但是,卡米拉却借此机会秀恩爱。 卡米拉刚刚过完七十五岁生日,年事已高却连轴转亮相公务,查尔斯王子真是心疯坏了。 因此,这回以公务为名,带着娇妃卡米拉游山满水,真是见风插针宠妻。 七十五岁的卡米拉美人耻目,但是却凭借高情商和高智商,在整个英国王室畅行无阻,就连一向有原则的凯特王妃,都不断向卡米拉示好,甚至还亲自操刀,拍摄了生日官方照。 无论戴安娜王妃的粉丝多不待见,卡米拉依旧在王室混得风生水起,并且还提前锁令王后宝座。 此次度假卡米拉显然有备而来,无论造型还是配饰,都被人一种耳无一心的感觉。 最为亮眼的配饰,当属卡米拉手里的公主伞,白色蕾丝花边少女感十足。 卡米拉独自一人撑伞,自顾自摆起了pose,不断跟民众挥手示意。 按照英国王室现有的头衔,卡米拉的身份只是半飞,但是却全程走在查尔斯王子的前面。 查尔斯不光没有生气,反而露出宠妮的表情,似乎对妻子的这种表现很骄傲。 不得不感慨,查尔斯王子是个恋爱闹,全世界都反对她迎娶卡米拉,但是却还敢冒天下之大故伪。 无论舆论再同情戴安娜王妃,她都已经相交于云,卡米拉才是实打实的攻击冠军。 96岁的伊丽莎白女王伊氏英明,却要毁在儿孙身上,实在是令人无比恼火。 女王一开始根本不喜欢卡米拉,认为她是个诡计多端的女人,嫁入王室肯定永无宁日。 赖何查尔斯王子就是这套,一辈子被卡米拉拿捏得死死的。 虽然白头偕老民众吃不住服,现在的卡米拉风光无限,撑着公主伞秀恩赖,霸占了戴安娜王妃的一切。 眼看查尔斯王子就要记得,卡米拉的风口之旅无比顺利,得意的笑容都要一出屏幕。 最奇怪的一点是,伊丽莎白女王也转变了态度,反而支持卡米拉风口,看来这个女人的头脑绝对不减。